哈喽,大家好,我是男青年,我们现在快下班了,四点多钟了,日暮西山了,我们每天就是早上,太阳升起之前过来报到下午四五点钟,一般没什么事情,反正就是当保安嘛,我们的司机过来接我们五个人了,我们要现在回去了,回我们的保安公司,我们的基地,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 这就是我们的专车,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这边上班,美滋滋的上班,爽爽快快的下班,一天就这样过去了,现在才四点多钟,还不到五点钟呢,说明什么?说明保安公司实力强大,来上海工作,首先要找到好的保安公司,那种就是垃圾的保安公司,小保安公司,三五个人的,根本就是财务委员兼一起的这种,根本就是财务委员兼一起的这种。 就不行的,你要找那种就是,像接一些大的单位,大的项目,跟着这样的才有油水赚,要想发家支付,要想以后出人头地,找那种规模小的根本就不行,知道吧?存到钱的话,也要找大的可靠的保安公司。 现在我们回来了,我们五个,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基地,我们第一基地,这地方有将近300号保安,只要一声令下,可以辐射整个上海滩。所以,我们现在要准备吃饭了,看看有没有什么挂皮盒饭来一份。 本来是北方人,本来想吃这个盒饭的,但是突然觉得这面也挺好吃的,吃一碗面吧,几块钱也不贵,我们这边消费还是很低的。 我们吃完饭了,现在在苏珊呢,发生外外手机,愉快的一天又过去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